每次也想测试一下能不能靠这个免费权益回到大同 这个时候最怕的换消息是高速关店 没关系 大家好我是吕姐姐 2023年度杭州到大同的行程又要开始了 作为定居杭州的大同人几乎每年都会往返一次 杭州到大同走高速是1480多公里 理论上应时是17个小时 今年的我们想体验一下走国道 国道全程约1580公里 这样一看的话才相差100多公里 但是用时需要35个小时 要比高速多出了一倍多 那反正我们也没有什么急事就慢悠悠的走吧 看了一下新能源的导航图 在国道上充电呀换电盘比高速更方便了 我们的未来有哪些免费的权益可以使用呢 每个月享有4次的免费换电 每年享有12次的一键家电 每年享有异地免费充1000度电 所以呢这次也想测试一下能不能靠这个免费权益回到大同 那这一路需要充几次电 免费权益到底好不好用 真的能够做到一分钱不花吗 相比一下国道好还是高速好呢 视频的最后会公布结果 这一路其实还经历了很多挺有意思的事情了 大家有耐心的话就跟着我一路走过来吧 杭州满店出发 走到了宜兴需要充电了 我们刚把车放到充电站 我们来充电站去充电 站在一起吃个午饭 都没必走 你要去哪了 我们不回家 我们现在就要回大同 现在有台子 你看这个风多大呀 新的大融发 走到大融发里面 哎呀狗狗看到进去呀 他就到外面找个小店吃饭 得了 好美丽好厉害呀 他自己带我回来这里的 就第一次来他就已经认识这个地方了 这个狗狗越大越聪明了 来看看我们的店已经充好了 这是未来的充电桩 我们享受的是棉被充电 看到车了 知道这是咱们家了 你这狗子可爱的 越来越聪明 自己就给跑回来了 上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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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凉 哎呦我的天呐 把座都给弄湿了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南京市 要进行第二次充电 为了找未来的充电站 多绕了点路 因为未来免费嘛 能审则审 这是我见过数量最多的未来充电站 哇 几十台呀 这个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是15分钟一块钱 一个小时呢就是4块钱 充电的空档正好用来练一套八部金刚弓 这套弓法是真的有效啊 所以现在每天要保证做一套 充好电继续出发 出门的时候发现居然没有收费 啊这个地方真好啊 停车费度免了 走国道就是好 能亲切的融入到路过的每一座城市 现在穿越的是南京燕子基长江隧道 第一次过江底隧道 感叹祖国基建的强大这样的工程 我看只有中国才能够快速安全的完成 这一路基本上是在104国道上 道路宽敞车也少 这样的国道一点都不亚于高速 之前我对国道有偏见 以后呢要多走走国道啊 进入安徽地建了 您已进入除州市来安县 说起安徽除州 我们并不陌生 除州自古有精灵所要 江淮保障的美誉 几年前我们游览过这里的狼牙山脊区 欧阳修的最温亭记大家都熟悉吧 就在狼牙山上 含有欧阳修篱下的墨保呢 中途路过这里了 早点吃的 想吃点面 本来打算自己在车上煮 我觉得挺麻烦的 还不如下来吃点这个 扫街摊的这种拌菜 这个是属于除州的狼牙区 找点素面啊 素食什么的 你看都是这种炸鸡啊 烤鸡啊 早点什么面 老妈在车上看狗子 冷烈首先 年轻长 长年轻轻 小时 紫玉米 莲蓬 炒饼 哪卖面呢 还没有个面馆呢 馒头一个多少钱 五百钱一个 给我拿一个馒头 拿两个这个 那个多少钱 这个一块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这个要两个 两个吃不完 一个 这个要几个 这个也一个吧 我多个吃不完 一块五 好 吃这个吧 好热闹呀 这就是我们走国道的好处啊 你就可以随时下来 看这样的风景 而且车子 你看随便停在那边 也没人管 没找到面馆 买了一个 这叫什么 南瓜 窝头 跟那个馒头 你啃的吃吧 给王美丽吃点 孩子也饿了 给王美丽吃点 很好吃了 人家不吃你的 吃不着面 冲个汤喝 右转进入灵溪北路 简单吃了点 垫补一下就出发了 天哪越来越黑 我感觉国道已经不太安全了 光线摊案 打车太多 岔口也多 就有点害怕了 电量是很充足的 但体力和精力已经不足了 决定再跑一会儿就赶快找地方休息吧 出行在外安全才是首要 大家说是不是呢 这个时候最怕听到的坏消息来了 高速关闭了 没办法